YO 大家好 我是萬生 我的位置在新北市板橋區的生態北公園 今天要去看的案子叫加泰豐澤 這個案子是小基地的合建案 雖然只有三位的地主戶 但是地主氛圍的戶數 佔了本案的47% 本期的影片會有生活機能 周遭條件 格局圖分析以及最新的價格 這個頻道是專門提供一般人 透過建案分析了解房地產 快速的篩選適合自己的房子 實現買房成家的理想 記得訂閱點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能第一時間得到最新的資訊囉 這張是板橋區域圖 綠色房子是接待中心位置 紅色大樓是基地的位置 照片是基地往外走到中校路 左側的道路線跨 最新的便利商店就在這邊 旁邊還有星巴克 屈城市和肯德基走路3分鐘都可以到 右側的道路線跨 最近的銀行就在這個地方 這段中校路兩側有各式各樣的診所 小兒科、耳鼻喉科、中醫、眼科、精神科、復健科 應有盡有還蠻酷的 現在箭頭方向是重慶路的商圈 這邊也有許多的診所 步行時間約5分鐘會有全聯 府中後站黃昏市場步行約7分鐘會到 學區的部分 後浦國小走路4分鐘會到 中校國中5分鐘就會到了 黑色箭頭是府中商圈 走路要10分鐘才會到 府中站2號出口要14分鐘才走得到 建議要到捷運站的話走重慶路比較好 重慶路的人行到走起來算是非常的舒服 跟朋友親身約在新據點10分鐘就到了 喜歡錢櫃水餃的話 轉個彎也是10分鐘的距離 隔天早上宿醉走路10分鐘就可以上健身房 喜歡逛大賣場開車4分鐘就有愛買 如果跟我平常生活一樣 不是在圖書館就是往圖書館的路上 開車4分鐘進入新北勢力圖書館 下學期的書卷獎勢在必得 最後開車4分鐘可以到亞東醫院 通道護理人員記得給他們滿滿的鼓勵哦 放大區域圖 藍色區塊是本岸的基地 紫色是中校路最近的生活機能道路 黃色區塊是北側臨房7樓的華夏 綠色的區塊是主要的進出道路 中校路80下目前是一個5位下 灰色區塊是西側的房屋是2到5樓的舊公寓 橘色的區塊是南側的臨房是4樓的舊公寓 紅色區塊是東側的臨房20年的中古大樓有13層樓高 本岸的主要臨路是中校路的80巷 目前這個巷道是5尾巷 基地的東側臨近13樓高的中古大樓 要注意屋角面向的互別哦 生活機能以及學區都是步行5分鐘可以到的 算是非常的不錯 美中不足的是捷運的板南線 府中站距離較遠走路要14分鐘才可以到哦 右上角是接待中心外觀 呃錯了這是檳榔攤線跨 這張才是接待中心的外觀 右下角第一張是錘子基地的手把線跨 第二張是基地錘身的線跨 這是本案的基本資料 它的樓層是地上15樓地下4樓 基地總共有394坪 用途規劃是住家使用 住宅户數總共有84户 店面户數總共是有一户 車位總共66個 公設比是34.8% 管理費一坪100元 產品規劃是22到44坪的 一加一房到四房產品 接待中心的位置在四川路的一段268號 建築基地在中校路的80向5號 這個案子沒有提供一樓的平面圖 也沒有提供標準層平面圖 我用簡圖跟大家說明 本案一層6户 A1以及A2户是44坪的四房 這兩個户別幾乎都被地主選走了 A6是22坪的一加一房產品 剩餘的A3、A5、A7本旗都會有介紹 紅色區塊是電梯的位置 兩部電梯都會到地下室 黃色區塊是逃生梯的位置 紫色區塊是本社區獨立的一棟透天 這棟也是地主分回去 這棟透天屬於本案的基地 所以未來他們也是要繳交管理費的 社區大門以及車道都是從中校路80向這邊進出 林中校路的透天一樓會有店面 右邊是新北市的地級圖 藍色區塊是本社區的土地 我真心覺得非常的像雷神之水 而且把手還帶勾 舉起來應該會非常的順手 這張是B3的平面圖 黃色區塊是電梯的位置 綠色箭頭是車型的方向 這個案子的車位定價方式和大基地的不同 他們是針對每個不同的位置獨立定價 所以有可能B4的好停車位會比B3難停的車位價格還要高 我們看紅色這三個位置 這三個車位駕駛座開門都會有柱子 以我的車子為例 29號和32號會剛好卡到柱子 在挑選車位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另外我們看到藍色的這一個車位 24號車位看似獨立車位很讚 沒錯是很讚 但是有一點要考量進去 生活型態如果是要常開後車廂 例如要拿嬰兒推車高爾夫球具露營用品 這些比較大型的物品 因為左右兩側的牆是沒有通道的 拿著東西會比較不好出來 這邊就會需要將車零停在車道上 東西拿下來才將車停放好 這個部分要考慮清楚 這張是A3的加配圖 屏數是28.27屏 粉色區塊是客廳的位置 紅框的餐桌以及豆腐椅表現得不錯 藍色區塊是加一房的空間 這個空間沒有採光 是個標準的暗房 鑑商很貼心的幫我們配置好了 當我們認真準備電競的夏季聯賽的同時 後方的書架提醒我們還是要充實知識 看到桌上那本書的同時 在旁邊也安排睡覺的臥榻 完整滿足一位電競選手所需 綠色區塊是赤臥室的位置 黃色區塊是餐廳以及廚房的位置 紅圈的冰箱放在這個地方有點突兀 廚房空間過於狹小 缺少完整的料理備餐台 紅色區塊是兩個衛浴設備 這兩個衛浴設備都沒有開窗 紫色區塊是主臥室的位置 灰色區塊是大樑的位置 這戶格局室內完全沒有大樑 非常的優秀 三戶格局都講完之後 我會針對這個部分做補充 這是A5的加配圖 坪數是30.18坪 紅色區塊是進門的玄關 這個玄關尺度很不錯 紫色區塊是客廳的位置 粉色區塊是餐廳以及廚房的位置 廚房空間一樣檯面過小 亮藍色區塊是陽台的位置 只要是單一陽台的房子 我很不喜歡跟客餐廳有連結 因為朋友來家裡做客的時候 看到我亮在陽台的喚洗衣物 會非常羨慕我的品味 這會令我非常的困擾 橘色區塊是公用的衛浴 按照慣例沒有開窗 綠色區塊是第一間次臥室 進門見角帳單棉角 黃色區塊是主臥室的位置 進門見角帳單我腳 主臥室紅圈的部分 這個淋浴間有開窗很不錯 可是淋浴的尺度也太小了 上面沒有標示開門的方式 推門方式的話可能沒辦法全開 橫拉門方式的話我可能要側身進去 絕對不是尺度太小是我應該要受身了 深藍色是第二間次臥室 灰色區塊是大樑的位置 雖然有一部分進到室內的空間 但是完美的閃過紫色區塊的兩個床頭 中間有形成了一部分的走道空間 小浪費打岔 我們看第三種格局 這張是A7戶的加配圖 屏數是30.98屏 紅色區塊是玄關的位置 這個空間就太大了 沒有A5的好用 綠色區塊是客廳的位置 沙發區靠背的位置只有一半有牆 沙發是急需要安定面的空間 這樣子的配置我非常的不喜歡 雖然會讓視野更穿透 但是我在看恐怖片的時候 會提供其他人把我嚇破膽的機會 橘色區塊是餐廳以及廚房的位置 檯面一樣不夠用 深藍色區塊是陽台的位置 以後要來我家被拒絕不要問原因 就是因為我在晾衣服 淺藍色是公用衛浴的位置 黃色區塊是單人次臥室的位置 衣櫃空間有點少 粉色區塊是雙人的次臥室位置 衣櫃一樣有點少 紫色區塊是主臥室的位置 進門經過L型走到進險大氣 主臥淋浴間的尺度怎麼感覺更小了 殘廢澡的夢想隨著這個浴室的尺度破滅了 灰色區塊是大樑的位置 只有上半部切到一點點的床頭 稍微調整一下床頭就可以避開 整個社區總共85戶 地主分回了40戶之多 比例高達47% 根據這三個格局的分析 我猜測地主可能會有專業的人士 或者是征詢過專業人士的意見 格局避開了重要的風水瑕疵 而且沒有太大的問題 建商在平面圖上的調整應該是吃足了苦頭 但是我覺得這對消費者是好的 這張是付款表 購買的話立刻就要付12%的自備款 工程期款還要再付8% A3的五樓 坪數28.27坪 開價2133萬 單價落在75.45萬 優惠價格72.45萬 萬森猜測它的底價應該會落在69.41萬 A5的五樓 坪數30.18坪 開價2297萬 單價76.11萬 現場的優惠價格73.11萬 萬森猜測這戶的底價會落在70.02萬 A7的五樓 坪數30.98坪 開價2371萬 單價76.53萬 優惠價格73.53萬 萬森猜測這戶的底價應該落在70.41萬 車位B4到B1 價格230到270萬 萬森猜測這一個案子的車位回補一個是30萬 現在看到的是合約被查第19條驗收的部分 我們看到第三點的第一項 預售屋基地範圍內之天然瓦斯配管由賣方負擔 這就是我們俗稱的瓦斯內管費賣方負擔沒有問題 第二項 這裡是俗稱的瓦斯外管費 現在市面上一般的合約書就會寫到這邊為止 因為沒有額外的議定所以由賣方負擔 但是這個案子 紅框的部分有留下令人遐想的空間 雖然還是可以議定由賣方負擔 但是這個空間就多此一舉了 正常這個議定項目是要約定買方負擔 或是買賣雙方按照比例負擔才會出現 如果有購買的觀眾朋友在下方留言 讓我們知道簽約的時候是誰要負擔喔 這是第31條特別約定 我們看到第三條 本社區議程大廳及其他公共空間等設施 賣方得為銷售之目的得無償優先使用之 為賣方應應於銷售目的完成後 以當時良好現況歸還之 現在房地產景氣不好是普遍的認知 所以代價在與建商簽約的時限都會拉長 以這個案子為例 合約期限到使用執照取得後9個月 擺明了要從預售賣到成屋 就會出現這種特約條款 這會影響到購物者的權利 公設點交 公共電費認定等等等 即便是這個案子可售戶數只有40戶 還是出現了令人心寒的霸王條款 我們統整一下這個案子的優缺點 優點第一點是生活機能豐富 這個案子鄰近中校路以及重慶路商圈 這兩個商圈可以滿足幾乎所有的日常生活所需 而且步行就可以輕鬆到達 第二點是鄰近學區步行接送方便 不論是厚普國小或是中校國中 距離本案都相當的近 不行就可以接送小孩 對家長來說是一種福利 第三點是室內空間完整 較無結構柱及大樑經過 這個部分我覺得算是很難得 幾乎沒有柱子在室內影響空間 大樑也幾乎避開了風水瑕疵 缺點第一點是四周街老舊的建築 本案有兩側是老舊的公寓 即便是面對大樓的面向也是屋齡20年的中古大樓 屋外的景觀不是太好 第二點是主要的出入口巷道過載 本案進出口是中校路80巷 雖然現在有在申請廢除停車格 但未來會車時還是會有點壓力 第三點是地主戶比例過高 本案地主分回40戶佔全案的47% 而且地主總共只有三位 未來投票決定社區事項 地主可能具有絕對的影響力 第四點是價格過高 單價70多萬總價2000多萬的購物預算 在新北市的全區都可以考慮新房子 甚至台北市的部分區域也在設成範圍內 基地條件更優質的建案應該比比皆是 本案位處板橋早期的發展區域 生活機能成型以及完整 但是整體的市容相當老舊 主要的零路會是中校路的80巷 未來中樂透想要改住豪宅 要把這個房子出售的時候 五尾巷可能會影響到銀行對房子的建價 另外抗性最大的應該會是價格了 本案的單價高達70幾萬 總價幾乎都要2000萬以上 對於這個購物預算會有非常多的選擇 新北市的全區幾乎都可以選擇 部分的台北市區域也在設成範圍之內 在下方留言給我 你對這個案子的看法 我會一一的回覆你們的留言 如果你想要看房 卻擔心進入街台中心賞屋 會倍感壓力的話 也可以參考右上方的連結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集見 掰掰